第二,我也未跟教主炸營 其實我跟教主做好朋友 中秋節我們都會通過訊息各方面的事情 但是我有時候也有一件事 我不怕公開說 其實MHK的壽命都不方長 我在這個時刻也說 不需要什麼20年解禁,30年,什麼什麼的事 我是比我的電視氣氣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教主不在,或者教主不舒服 第一時間,我借帳亨利給他們做節目 我借帳,我自己也親身下去頂一兩集的英文踩場 但是他在他的台中,他用了一個籽頭叫姚冠冬 亂吼,用他們的節目來吊吼我 說了一些不實的事情 當然我們也沒有必要跟這個低能、垃圾沒有用 還有啊,姚冠冬,你那時候籌帳了期 是不是?要參選 現在接下來的12月的完善選舉 你會不會用那些錢去參選? 那時候你籌帳了期,在倫敦大酒樓擺一場大龍鳳 找人支持你,你籌帳了多少錢? 你有沒有開城報公告訴別人,你籌帳了多少錢? 你今年出不出來選?你不出來選那些錢,你怎麼用呢? 幫你私房菜入鮑魚?是不是? 你媽媽,你怎麼進走? 然後你怎麼請那些傻子來吃飯呢?然後你全都用了? 喂,跟他們說就好啊,是不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我覺得,喂,台長,你有沒有懶惰呢? 你自己言論自由也好啊 你有沒有人核實過姚冠冬說的話對不對? 你被這些傻子胡亂去說話 你有沒有給我電話打個招呼呢?是不是? 所以呢,現在最好,英文踩場 我說的有些極其氣動 就是英文踩場,現在教主自己做回來就最好 是不是?就是不用再找人幫忙 自己在台灣裡面唱讀歌劇 或者請一些不能跟朋友越洋去做節目 是不是?就是,你媽媽,我們真是撐到你全行 是不是?你有時候投人生氣 我們,你媽媽,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我,可以借帳 或者你自己行不行? 我可以的,我都頓來幫忙 或者是亨利不介意的,你媽媽,借帳給你去做事 喂,但是那個問題是,你媽媽,你容許一個人家撐波子強 你容許梁錦祥先生,你不容許他? 喂,你是不是在說這些不實的事情 經你們的平台出來中傷我 是不是?我覺得是很不容老套的 就是很不容老套的事情 所以,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無能必要了 除非教主自己跟我說 可以找阿亨利聊天 當然沒有問題了 教主叫我,我絕對沒有問題 別人就不行了,OK? 講得明白,這個是一個做人行走江湖的欺負 我對教主,我絕對沒有問題 就是,說真的,教主教我很多東西 開台的時候,教主也完全沒有任何收藏 把所有他懂的東西,或者他借人幫我們去搞 這個恩情我永遠記住 就是,也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教主有事的時候,或者是教主需要我們幫忙的時候 我們撐在這裏行 但是,就是在這次這個 這個混蛋,吵你老母 這個吵你老母,姚冠冬這個男人 亂齒的說 我看到當下台長是完全沒有表態 也都是容許他亂齒的來 那我就覺得,喂,大哥 我們撐在這裏行為我們支持你的時候 就是,不使你這麼辛苦 就是你有沒有理過這件事呢? 或者當下台長真的不知道,趕了才到外面 喂,你知道到這件事之後 你是不是都要給我一個電話呢? 當然,我自己也不通會這麼老套 打給我,喂,梁錦長 喂,你的男人,你的台裡面那個賊頭 最賣沒有了道 最賣小人聽那個賊樣 他反正,你不如你按他的聲音 那我不會做這件事 這個真淘汰的事,我不會做的 但是,的確我是很生氣的 是不是? 那麼,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覺得是 不要再借亨利過去 再談了這麼多事情 除非他只是跟教主做事 當然就是沒有問題了 是不是? 其他就無論為了 這一個 我真的說得了 但是我再說一次,我仍然是非常尊敬教主 我覺得梁錦祥先生容許這個姚冠冬亂斥毀我們的台位 毀毀我,這個是最無可算的事情,這個是不對的 這件事我是完全記住的 因為問題就是我們無私地去幫你的時候 你沒有念過我們的表情,幫助你們大家互相幫助 一條柴柴柴柴的說話,你竟然容許這樣亂來 這個是不妥當的一件事 Anyway,大家先喝一口水 OK,當然我們都很希望有機會 未在我收山,或者我退出江湖之前 都可以有機會,我做到一個很想訪問到的教主 經常都怕走數的事情 就是我很想做一集的大院友樂是可以訪問到 教主是講關於香港報業的歷史的事情 那我就覺得在我的題目裡面 我的題目是很圓滿的一件事 OK 好了